我叫做Chel 希望把世界上大家不知道的事帶給更多人 這個社會已經沒有多少人敢站出來發聲音了 但我敢 人流行人 我們叫Kishan 16年的12月,我就到泰國 然後我們就選擇了一頭大象進行集成的項目 集成的過程中,這頭大象就一直不肯往前走 這個項符就拿出鉤子 我們聽到它很重很重的一下 在它扯開皮膚的那一瞬間 這頭大象就發出了我們這輩子聽過最慘最慘的兩次慘叫 就相當於是侏羅紀公園裡面一頭霸王龍在你身邊 就在你腦後 啊,就是這種慘叫 它的分貝,它的響亮程度是 我和你用語言難以描述的 我們完全被嚇到,就是腦子一片空白 那次是讓我非常非常記憶有心的一次拍攝 之後我們去到蘇美島 我們報名了一個大象表演的項目 就發覺整個場地裡面全部都是中國人 但其實他們並不知道這些動物之前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在我這個視頻發布之後 當時我拍到的蘇美島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觀眾 他主動到我微博上來私信我 他說謝謝你做了這個視頻 我以後再也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到6月份為止 中國已經有三家大的旅行社 開始簽署了一個不再銷售大象的集成產品 和大象表演產品的一個承諾了 我是一個人 我改變不了世界 但是我可以改變人 有可能整個世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在我的視頻的作用下發生的改變 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明確地說你們去的海龜保護所都是假的 他們孵化出來的小海龜不會直接放生回去 就等遊客付錢之後再去把他們放生到海中 但是這些行為是非常非常錯誤的 因為小海龜在剛剛孵化出來之後三天之內 你一定要把他放生出去 否則他會失去對於海的嚮往的這種天性 我去的這個地方 當然一般遊客是不會去的 他是專門保護海龜的一個國家公園 50年之前 每晚他會有幾百頭海龜到那個海灘來纏亂 但現在的話 他每天晚上只剩下五頭海龜來纏亂 他們現在要做的這件事就是提高這些蛋的存活率 當然他們也有規定 等於說你放的同時 你是不能做任何人工的干預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 你每放生一千隻小海龜 所以他只能有一致是存活下來的 他們自己資金也很短缺 他們主要是靠遊客的一些資金 還有依靠政府的一些補助 來運營他們這個場所 然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去訪問那邊 給到他們一些經濟上的支持 我剛剛回來的一個地方 它是巴布亞 那邊的一個原始部落 從上海過去的話 30個小時 私家飛機 這個山谷其實是80年之前剛剛才被人類發現 他們還過著像以前十七時代一樣的中國 這次去到那裡就是為了去看他們一種 一年一度的節日 三個部落 大概有一百多個小村莊 他們都會聚集到一起 他們會模擬打仗 搶女人 搶豬 我發現國內很多攝影堂過去 我發現國內很多攝影堂過去 有些人就像命令動物一樣 命令那些原始部落的人 比如說 坐下 手上的東西不要拿 放下來 我覺得非常非常地丟中國人的臉 他們可能只是極個別的行為 但是別人就以為你是中國人 你要對別人的國家負責 你更要對自己的國家負責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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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從十歲開始就開始聽嘻哈音樂了嗎 嘻哈文化中非常非常至關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逆境中的一個抗爭精神 我需要在這個大環境去發聲音 把真實的世界反映出來 我希望通過我的片子 邊旅行 邊拯救世界 That's me Live Traveler Chang Chang